老師 你認為中性風呢 凱文老師 其實時尚是沒有性別的 像我最近 我就特別喜歡穿桃紅色 我最近瘋狂上網 在找桃紅色的衣服 很亮 我跟你講這個牌子 都會有螢光桃紅 螢光桃紅的 一般男生可能比較不敢駕馭 可是其實桃紅色的衣服 可以讓我們東方亞洲人的膚色 其實變得更亮 尤其因為我是冷色調的膚色 所以我穿桃紅色反而更好看 或者是有些時候 譬如說把圍巾做成小的 然後加上縫衣這種 一般來講大家會 其實在歐洲 很多男生這樣打扮 可是在台灣 如果男生這樣子打扮 你就覺得 你是不是有一點太精緻了 好像過度精緻也被女性化 有些時候因為喜歡 像我這一件上衣是女裝 真的嗎 對 因為它做的是比較over size 所以我就買了女裝 來穿 其實現在很多品牌都是男女共穿 對 那美玲呢 其實現在 其實兩年前就 女生就很開始流行穿男裝 然後男生現在 很喜歡天購女生的單品 我買超多女包的 對啊 然後其實我身上穿的 其實幾乎都是男裝 然後但上次金馬的時候 我穿的是全身是女裝 但其實它這個一模一樣的 collection它有出男裝 對啊 只不過你要選擇 你的肩寬跟你的臉型 有不同的版型 我接下來會介紹 對啊 好的 對啊 那瑞老師髮型呢 你認為 髮型我覺得 因為現在其實真的 服裝都沒有分性別 那有時候頭髮 大家以往既定的 所以女生一定要剪瀏海 我女生一定要染一些 比較粉嫩色調的 但其實越來越 時代跟潮流在調整 所以其實很多男生也可以駕馭 比較粉嫩色調的髮色 或是說燙一些比較柔和的彎度 並不一定要止出油頭 或是男生要剪很短 所以其實我覺得 如果想要跟衣服上有搭配 其實髮型上也可以做 很多不同的嘗試 我還是要給你 他還是要收到 我還是要用 沒辦法